其实同事都叫我阿鲍 在机动部队训练的期间 我的跑步和体能方面 比较突出和有爆发力 所以他们都叫我阿鲍 大家认识阿鲍 始于一张左臂被鲜血染透的照片 7月1日 阿鲍在香港铜锣湾附近执行任务 在尝试制服一名参与非法集会的 暴力示威者的过程中 遇到激烈反抗 阿鲍在机动部队训练的一项体能测试中 2.4公里跑 竟用时不到9分钟 如今再度见到阿鲍 他只能在操场上缓步行动 暴徒在他的左臂 留下一条长达7公分 深度2公分的伤口 初期住院期间那两个礼拜 我左手是完全不可以移动的 至到现在休养了两个月 始终左边肩膀的位置都有一些痛楚 都限制了我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 我觉得康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次的受伤令到我的意志更加坚定 24岁的阿鲍做了三年香港警察 曾在军装巡逻小队处理市民报案求助 2019年6月 他加入PTU机动部队 在修理风波中承担了分量不轻的防暴任务 至去年12月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他的任务又多了防疫工作 对此他感到责务旁贷 当时12月是正值 都是修理风波和新冠疫情的时期 当时我觉得是社会最需要警察的时候 在每一个被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 阿鲍用自己的行动和勇气 诠释了一个年轻的香港警察 对警察身份的理解 对职责使命的敬意 就做了警察三年 都看到这一年的转变 感受到自己职责的所在 因为有人犯法 我们警察就要执法 将犯法的人承之于法 是我们警察的职责来的 希望可以尽快重返纲位 继续跟警队一起共同进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